如何把这个后天八卦翻盘为先天八卦 是我们风水士的责任 调控气场跟地理场的责任 很重的 古代的侃玉斯是很高级的人才的 这不是今天拿一本书一学 我就去当侃玉大师的 大家一定会回复到它的科学 就是要跟天地人相应 合一的学问上去知道 地理影响我们的风水 然后天阴星地阴潮 这是我们的风水口 就是天体的二十八星宿 作用于我们的地球 会作用于我们中间的地球 然后大地理山形还有周围的走势 你看我们新加坡的风水 新加坡是从喜马拉雅山下来的 南方向的龙 南龙的猪在新加坡 为什么新加坡这么繁荣呢 刚好当铃当铃当铃 然后所以新加坡就繁荣起来了 八卦的秘密 为什么我们用一个八卦镜 这个仙天八卦镜 我们可以镇宅 仙天八卦就是这个 那么它们到底在哪里 如果你把这个变成一个平面的 它怎么镇着呀 吓唬吓唬那种小鬼也可以 大鬼你就镇住了 这些只能镇门不能镇窗 是不是 后面要不能 有一个上次有一个挺有钱的 他说老师傅买四个 我说买四个干嘛 他说东西南北通通挂上 我说不用 我这用就用一个就行了 我说你要买四个就买六个 我说为什么 我说天上还有地上还有 刚好是个六合 买六合 挺有意思的 实际上它的道理在哪 八卦是个立体的 立体的仙天八卦 这是什么 钱 这是坤 千坤 坎离 正对 正对 所以你们选八卦镜 一定记着不要买后天八卦镜 你把后天再订了 它是不合那一个局 你给人订在上面 你要用先天八卦镜 去订人家的别 还有金字塔 金字塔是看下不一样的 你看金字塔 为什么金字塔里面 埃及法老的那个失利 可以几千年不毁坏 它实际上有一个有形的金字塔 必然有一个无形的金字塔 跟它什么 相对 这个无形的金字塔 你再一看像不像一个什么 大漏斗 采光气 整个的这么采下来 然后漏进去 供应它里面的印 调风水 一定要调到天地和 就是把天气要降上来 地气要拔上来 和在中间这个点 还是要打电话 大家可以打电话 可以打电话 可以打电话 再打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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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